就說他要取消啊 我也沒有取餐 我就跟他講就是帶給他說會 因為我全沒有進來 男子想要取餐 不過被店家識破 他是吃霸王餐的慣犯 原警貨報到場 他還說沒錢 想取消餐點了事 你沒有錢是你的問題 你不要給人家亂買嘛 男子穿著白色條紋衫 頭戴牙舌帽 簡直是素食店的吉祥物翻版 被店家一眼認出 加上員工還有顧客指認 確定他就是臉書社團上的文青男 專吃霸王餐 他還沒有回來之前 我員工就跟我講他是誰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沒有付錢你不要給他拿 事發在二十三號晚間七點多 棋子國泰醫院附近 唐信男子走進一家麵店 花膽點餐 掛了約十五分鐘 回頭取餐 說自己兒子在急診室 沒帶現金 可不可以讓他先把餐點帶走 最後我是跟他講說 如果說你小孩 真的有在掛急診的話 我說你帶我去看 真的有這樣 我五百五十塊不用拿你錢 我順便跟你那個帶過去 結果他也沒有 都沒有講話了 被網路稱為文青男的唐信犯賢 當時向店家點了蛋仔麵兩碗 紅燒肉減餐兩份 甘甜湯兩碗 還有滷肉飯一大一小 費用總共五百五十元 警方到場後 依現行犯來補唐膽 前任信後依詐欺罪 依送士林替前組偵辦 唐信犯嫌沒有小孩 神成因生活困頓才會犯案 警方也統計 從2020年開始 至少四次以相同的手法 在戲子區吃霸王餐被逮 不過沒報案的店家 恐怕不計其數 也讓這回受害的麵店老闆 無難搖頭 藉皇天耀 陳冠宇 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